看我表演 看我巴巴西 巴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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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下路 跑进来 滑脸 打一套大的 这么紧张吧 直接双双双了 魁桑提真的 不过我看那个公告 设计魁桑提的那个设计师 找Fly了 我来说句公道话 你先别管这个英雄强度如何 他能设计出如此有趣的坦克英雄 就说明他真的很有才 他肯定是设计给自己玩的 被别人抓毛了 他是个上单 有可能 本来就打不过对面 然后天天被别人跃 就搞不好老子来打你死不了了 有可能 真有可能 他保持三单 没事领队先走 没用 闪先爆 要找月魂 能接受吗 真能接受吗 炸了呀 你看几波兵啊 记忆啦 这个BP出来他上路肯定得死 就看什么时候死 上路跳岩走了还行 这阿菲死了一波 还买萃取 兄弟 被压三十刀了呀 还买萃取吗 如果这阿菲死我 三十分钟这萃取才会爆出来 哈哈哈哈 感觉他 你猜一下他什么时候爆 不是他他都买萃取他也玩不了 他没钱打了 那也是只能买烂了 为什么下路爆的这么厉害啊 这一把 这ID问题啊 如果是Lite不会这么爆 但可是也不能这么说 不是主要他是 就是 他是 那一波来月他之前就已经爆了 也不能这么说 他是嘎吱呀 他是谁的问题 猪妹该来的时候也来了 对啊 该来的时候是来了 然后对战处理的也没问题 也不能说ID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这很奇怪啊 就是 不管 先把锅给马克 哈哈哈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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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吧 他們時間還挺充裕的 因為噶子被壓制了 不過有一說一啊 燈煌的惡妃應該打得比噶子 就單說這個英雄 單說這個英雄 我覺得燈煌LPL裡面 我能說最好 前二好吧 留點餘地 前二好 那還有誰呢 第二個是我 第二個就是 每個人心目中有個標準嘛 我就不說前二的第二個是誰 在我心目中 燈煌的惡妃是前二好 第二個 你們說是誰都可以 對吧 每個人心裡有個不一樣的 這樣說可以 那我如果就覺得是克里斯把你這個排行榜 含金量拉低 就不管 就找事 哎呦 怎麼說 但是納美反手還行啊 這波納美 QQ反手噴水噴得巨快 沙皇的水平太重要了 就你尤其玩這種大河大C英雄 你 玩的那個人不能出任務 不能不幹活 對 就是你C了得有用 來了這裡 對 偶亞 W往哪撞 開大招 在 哎 早了 被預判 啊 偶亞還想操作 我讓你一個大 他那個大 大到北京去的呀 兄弟 S高的這波挺有理解的 他預判了 對 他預判 偶亞的位置 就等於說他不能往右邊 他往右邊W就吃 吃那個大招 如果他 不往右邊W 他往下跑 還是會死 就他一定會死 這波Q的位置還行 感覺 哎 不好說 可能是上單選手好欺負 哎 我說句燒的 我說了這麼久教練 真的聽我的話 這波兵不吃的AD全都沒進去打 不聽話的 繼續硬吃這波兵的 都是Superstar 沒辦法 怎麼說點個名 這個可以點個名吧 無所謂 JK跟無知雅 包吃 怎麼可能不吃呀 就我說這個沒了的 沒了的 ID都進不住了 確實 這個真的 真得吃兵 兵不吃 真玩不了 那上路呢 上路都不吃吧 一般 也是吧 一般都不吃 那上路不聽話的呢 還在吧 說不了 哈哈哈哈 說不了一點 這個說不了 OK 對 主要是上路 狗怕被越了 不用我噴啦 打野就噴他了呀 是不是這道理吧 老子在殺路 恐龍你在上路幹什麼 好像有道理 對吧 都不用我來罵 打野就罵起來了 要看阿菲裝備 花條打完一波沒後續 哎呀空大 剛說完完了 欸爆屁了 差一點 這發條 裝備不 刀不好 噶子刀不好 馬克巨聰明 他直爆scout 對 你看見沒 他巨聰明 他知道現在誰能c 但是這波龍團 還是不好說啊 鬼章鐵在右邊有技能 欸 盧西安吃到龍了 怎麼做鬼章鐵掰誰 你在掰誰啊 厚亞瘋啦 他想把那個賈克斯從這裡掰過牆 但是他眼睛不就是齒嗎 他有距離 那個距離怎麼可能 掰得過牆啊 排位就是這麼粗的 真主意他不用幽默啊 習慣了 你懂嗎 就是他排位這樣子一直這樣玩 他習慣了 他習慣之後他就會出自己習慣的狀態 他打牌位 這裡已經死了 他打比賽沒想到自己還活著 確實 哎 摔臉 怎麼摔這個 怎麼終於不能死啊 直接出水推 推回來 有點會推 這波 把兩種拉大沒傷害 沙黃插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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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了 來了 沙黃標竿來了 剛剛那個沙黃從來沒有中了 對 上把 我跟你說 上把沙黃換烏扣來是早贏了 那個誰 哇 這波大龍吃完 特特強化回城還能吃小龍 估計好難打 好難打 這邊還沒殺 貓凱 打招是不是給的有點早啊 左邊只有一個三環 哎呀 回藏底的龍魂 再開啟 背串就在後面看 怎麼說有點煩這個貓凱 再掰 掰上來 沙黃要戳完 加魯仙 狂射 魯仙 激殺 特特 特特 兄弟 吵說了特特會玩 特特 特特要奪冠 特特 特特要奪冠 特特 特特要奪冠嗎 對 這麼誇張 интерaz 特特特特 informed by 勝局 他们这个阵容 如果全队打落队 他们是能守到后边的 可是GT没有他们闪在中的这么弱 他们顶不住压力 他们把三盒换成双盒 多一个称前妻的英雄 就三条线 牺牲一条线 多一个称前妻的 他们不会这么惨 糟了 李宁记 出门小心点 哈哈哈哈 欣赏一下福库跟微博的他们当 可以